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樂啊 是夏天到了 我想吃一片激凌透心的西瓜 欸 小屋 那不是國床嗎 對 胖子不知道在吃什麼了 我們過去看看吧 欸 國床 你怎麼可以隨便做西瓜皮啊 啊 吃西瓜吃完 不就是要把西瓜皮割掉嗎 一直都是這樣啊 其實西瓜皮還可以在利用的喔 像我媽啊 常常都會把西瓜皮割去皮以後 割成涼拌 超好吃的 而且啊 市面上之前 也有人將西瓜皮割成麵包呢 原來西瓜皮這麼有價值 真是不可小看的 對啊 近十年來 臺灣西瓜的 產量26萬公噸喔 產值高達25億元 有相當大的需求產值市場喔 臺灣每年生產了這麼多的西瓜皮 想必一定會有很多很多的西瓜皮 原來欸 臺灣有這麼大量的西瓜皮 沒有被人利用呢 不知不覺也激發了社會食品人的研究心喔 我們藉由分析西瓜皮的基本及保健成分 來發現西瓜皮的秘密 藉由西瓜皮與冬瓜纖維組織相似之特點 嘗試研製出仿冬瓜創意加工製品 我們利用西瓜皮生產細菌纖維素 來達到農業與生技產業結盟之目的 綜合營商研究 我們就可以拿到西瓜皮的濾菌價值 我們成員 以來為大家看 stud衣衝 你的細菌 我們很期待 既然會不足 只能做成小聲 也會快速 我們 seeing 、 além的酷 我們要在哪個居作 我們很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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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